大家好,这里是俗说宇宙,我是林某 前面我们把太阳系大概讲完了 后面我们把目光再往远处看些 看一看太阳系外都有些什么 出了太阳系离我们最近的邻居是谁呢 没错,当然就是比林星了 还记得讲奥尔特云的时候我们提到 奥尔特云的半径已经差不多到了 我们到比林星一半的距离 比林星这个名字大家可能经常有听到 包括流浪地球里 我们这个小破球要去的目的地 就是比林星所在的恒星系 为什么一定要去比林星呢 当然尽是一方面 首先它位于半人马座 这里面有两颗比较明亮的一等大星 一个是半人马座α星 还有一个是半人马座β星 说到这儿顺带提一下 我们经常看到恒星的名字后面 跟着αβ这种希腊字母 它其实代表的就是这颗恒星在这片区域的亮度排序 最亮的就用α 暗一点的就用β 基本上以此类推 下次再看到某某α星 就知道哦 原来你就是这条街上最亮的仔 半人马座ααα星也叫南门2 因为它在天球上的投影位置太过偏南 所以北半球基本上很难看到 在五国也只有南方的几个省 在春天的晚上才有机会看到 这里再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天球 它是以地球置心为中心 任意长度为半径的一个假想球体 把天空中的各个天体投影到这个球面上 这样就可以方便的研究天体之间的位置和运动关系 那为什么是任意长度 因为这取决于你需要的精度 半径越大 天球的表面积就越大 相对来说分辨率也就越高 早先人们认为这个半人马座αααα星是一颗普通的恒星 后来随着分辨率的提高 发现它其实是一颗巨星 准确来说是一颗三核星 也就是由三颗恒星通过引力作用 共同构成了一个恒星系 这会儿肯定有人开始弹幕刷三体了 没错 小说里的三体人就是生活在半日马座RF星 这个恒星系 这三颗恒星构成了一个天体力学中的三体运动关系 三体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 记得之前提到过 宇宙中单一恒星构成的恒星系 其实只占少数 大部分的恒星系中其实都不止一颗恒星 不过三星以上的系统也很少 因为三体问题 它们很难稳定的存在 像半日马座RF星这种 能够稳定存在的三星系统 其实还是很少见的 宇宙中最多的还是双星系统 这个占了大多数 半日马座RF星这里边的三颗恒星分别是 半日马座RF星A、B和C AB这两颗星和我们的太阳差不多 都是黄海星 一个比太阳稍大一点 一个比太阳稍小 它俩相互挨的也比较近 最远的距离也只有30多个天文单位 差不多相当于冥王星到太阳的距离 最近的时候仅相当于土星到太阳的距离 而另外那颗半日马座RF星C 也就是我们传说中的比灵星 它是一颗红矮星 个头很小 而且距离它那两个大哥非常远 大概有15000个天文单位 甚至据说几百万年以后 它可能还会脱离南门2这个恒星系 所以平时研究 有时候也会把RF星A和B 简化成一个双星系统 相比于两个大哥来说 他们的小弟弟比灵星 离我们太阳系更近 所以当我们的太阳即将毁灭的时候 我们能想到的也只有到比灵星去流浪 那太阳都不在了 这个比灵星还会在吗 严格来说 如果没有遭受到什么高等文明毁灭的话 那它一定会在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颗红矮星 它无论从体积质量还是温度 相对来说都很弱小 红矮星这种越小的恒星 寿命越长 因为它的核聚变反应非常缓慢 据推算 红矮星的寿命可以长达千亿 甚至万亿年 没错 远大于现在宇宙的年龄 宇宙现在才138亿岁 所以红矮星也可谓是授予天奇了 所以到目前 即使宇宙中大约有73%的恒星都是红矮星 但是我们也没有发现一颗处于暮年的红矮星 而且即使红矮星到了暮年 它也不会像太阳一样膨胀成红巨星 所以如果我们能生活在红矮星附近 是不是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实际上是这样吗 很可惜 红矮星的一具带可能并不一具 因为红矮星的核聚变反应很缓慢 也就是向外发出的能量很少 所以它的一具带距离恒星会非常近 处于这个地方的行星 很可能自身会被潮汽锁定 也就是一个半球涌咒 一个半球涌液 涌咒的那一面 在近距离的情况下 除非大气层足够厚 或者有超强的磁场保护 否则大气层分分钟被恒星吹跑 即使平时吹不跑 一旦遇到药斑爆发 在这么近的距离 大气层还能不能保得住 这就很难说了 之前在2016年的时候 欧洲南方天文台曾经宣布 在比铃星附近 发现了一颗围绕它旋转的行星 比铃星B 目前认为它是一颗内地行星 质量比地球大一点 所以也算是个超级地球 超级地球这个名字 很容易给人造成误解 以为是像地球一样 能适合生命生存的星球 其实一般情况下 只要质量在 一到十倍地球质量的行星 都可以称其为超级地球 但是比铃星B 作为超级地球 它正好处于比铃星的一具带内 于是很多人就猜想 上面是不是会有水啊 会不会有生命啊 后来在第二年2017年 天文学家在观测比铃星的时候发现 它的亮度在十秒内 突然上升了一千倍 然后又迅速回落 后来通过数据分析 认为这应该是一次 非常强烈的药斑爆发 比铃星B 在这次事件中受到的辐射 比地球通常情况下 受到的太阳药斑辐射 要高出四千倍 毕竟它到母红星的距离 只有0.05个天文单位 时不时的被药斑来这么一下 即使它上面曾经有过液态水和大气 基本也可以认为早就被消耗光了 没了大气层 X射线和紫外线 这种辐射就会异常强烈 所以上面的环境 很可能并不适合生命生存 虽然比铃星B不太适合人类居住 但是目光再放远些 太阳系外 条件适宜的类地行星 理论上还是有很多的 根据2013年的开普勒太空任务资料 紧银河系内 围绕类太阳恒星运行的类地行星 猜猜有多少颗 大家可以发个弹幕猜猜看 100万 1000万 一个亿 答案是超过100亿颗 这还没有把那些围绕红外星的给算上 如果也算上的话 那么总数很可能会超过400亿颗 当然这只是具备基本条件的一个基数 并不是说这些就是适合居住的行星 天文学家们还会对那些已经发现并确认的类地行星进行进一步评估 相当于按各个指标给它们打个分 目前确实已经发现了一些太阳系外潜在的适合居住的候选行星 想知道都有哪些吗 那就点个赞关注一下吧 下期我们接着聊 我是英雄 诉说宇宙 下期见 拜拜